最近的行情都是落在 美國總統大選前的一個 震盪整理觀望的行情 為了不要讓我的節目變成是 重播的節目 每天講一樣的話 所以今天的節目的後半段 我多加了技術分析的教學的部分 我把很重要的一個高檔 爆量 長上引線的K棒 交給大家 請看今天盤頭解盤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2020年10月28號星期二的忍者無敵 我是摩托證券投顧分析師陳坤仁 各位朋友節目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先看這個畫面 歡迎新朋友和老朋友的加入 這是我的YouTube頻道 在我的YouTube頻道的盤後解盤的節目 你會看到跟其他的分析師不太一樣的內容 在我節目裡面的話我都會運用一些比較客觀的數據 我會告訴你 機會在哪裡 當然我會告訴你 風險在哪裡 所以在盤後解盤節目的話 我不會那種一味去喊多 告訴你行情有多好又多好的 那甚至我也不會亂槍打鳥 我不會把那種就是 掌停板的股票都拿來告訴你說 多厲害多厲害 其實在我的節目裡面的話 我會比較客觀一些 告訴你現在目前的一些 行情需要注意的事項 所以 歡迎加入我的頻道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加開小鈴鐺 我的YouTube頻道 另外的話Telegram還有Line也請務必加入 原因是因為裡面也有很多的投資資訊喔 比方說像是早上 7點多的時候 你就可以收到我的第一篇盤前解析 甚至你會在盤後的時候收到籌碼追蹤 還有就是像是一些 好的股票的分享 對 那個很重要 就是有時候我在行情好的時候 我也會順勢推一些 好的股票分享給大家 所以請你務必來 Line和Telegram 要來做加入 這個在節目剛開始的時候 先跟大家做一個 快速 簡介我們這個YouTube頻道的部分 那直接來進 盤後解盤好了 那 目前的一個行情 我覺得 依然沒有改變 我剛前面也說的就是 不要讓大家覺得我在重播節目 所以我今天後半段的部分的話 我加了一些教學 給大家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 美股的部分 那因為其實 就最近的行情 我不得不先從美股開始講起 那原因我真的就是已經跟大家說過很多很多次了 就是 這個時間點 美股或者是說美國總統大選的選情 依然影響著美股跟 全球的股市 所以 這段時間震盪叫做是必然現象 這段時間叫做是我們不得不 隨著他一起來做震盪 那但是其實在操作面上面的話 其實我們也有因應的方式啦 所以 這部分的話也可以 跟大家繼續後續來做說明的部分 那這個是大家很熟悉的 四大指數的部分 那左上角的道雄指數 在昨天 應該說在今天凌晨清晨收盤的時候 已經正式跌破了一個月線和季線的這樣子很重要的關卡 那其實之前我們有說原本如果在守在月線和季線之上的時候 航行可以來做震盪偏多來看待 那目前它已經跌破了 所以這邊來說的話我對美股 最近就是接近選前的這樣子一個 震盪的這個過程 我會稍微更保守一點點 那不過呢現在目前的一個 NASAC指數現在目前看起來還至少還守在一個季線之上 那為什麼NASAC指數會稍微強勢一些的 原因合理的解釋應該叫做是這個星期 那還是畢竟有一個所謂的美股重量級的財報週 那包含了像是尖雅股這些 那個FB啦Google啦Apple、Amazon這些都要公告他們的財報 所以目前看起來這些財報應該還是相對於就是 科技類股還是相對於可以偏樂觀一些看待 那甚至像是Apple它出了新機iPhone12之後呢 看起來銷售狀況還蠻不錯的 所以或許它在公告財報禮拜四公告財報的時候啊 可能會有一些利多的一個訊息 釋放出來之類的不知道 不過目前看起來的話 美股的部分 還是稍微就是以科技類股還是稍微相對抗跌一些些 那不過上檔有壓力這個已經是一個比較明確的一個跡象了 這個是在美股的部分 那不過我們昨天有說到 我說因為兩個指標的關係 因為兩個指標的關係 所以現在目前的一個台股 還比美股更來的強勢一些些 那其中第一個指標的話 其實我們就直接看一下 就是新台幣匯率 那昨天給大家看的是28.58多吧 我記得好像是 那不過今天的話 又在創 就是新台幣匯率又在創了一個 波段近期的一個新高價位 那盤中目前我現在錄點時間是 2點半 所以這邊已經在創了28.565 的一個新高的價位 今天盤中新高價 那不過收盤依然會像之前一樣 就是你會看到又再打回去 那原因是因為 畢竟我們的 央行還是會做一些 所謂的調控的部分 那畫面先切換給我一下 我切另外一個畫面 就是在 那個VIX指數的部分 那我們之前有說 應該昨天有說 就是雖然好像最近 行情 還蠻大幅的震盪的 可是如果你看一下 所謂的VIX指數來說的話 請你看喔 來 切一下畫面了 來 這是VIX指數 確實 最近這幾天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跳升 比方說像是10月26號星期一的時候 大幅上漲了9% 然後到昨天前天的時候 應該說今天跟昨天 那還是一樣 持續的在一個在做上漲 那VIX就是恐慌指數 就是市場的一個 波動率指數 所以這市場上面看起來的一個預期 叫做是震盪一個方向是比較偏向於 就是 比較變得更震盪一些 應該這樣解釋 但是如果你在往前面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一個現象就是說 他竟然沒有突破之前10月份甚至是9月份的高點 那也就表示說其實 市場上面 對於震盪的行情 叫做震盪看待 但是對於會不會再像過去前一兩個月亮的那麼樣的大幅震盪 那看起來是一個比較不會那麼樣的大幅震盪的一個預期的心態 所以 基於這兩個 這兩個指標的狀況之下來說的話 我覺得行情雖然有震盪 但是終究會回到 所謂的 基本面 那我們等一下繼續講下去 所以 最近這幾天的台股 我會說 其實最近這幾天台股 還是依然是屬於一個偏 觀望氣氛稍微濃一些的 當然你會說 今天大盤 剛剛大人哥今天大盤一度跌了100多點 結果最後尾盤的時候拉上來 那其實我覺得還蠻刻意的 因為你看今天的大盤的話 中場下跌81點 那今天的成交量的話有略微放大到1762億 可是你如果看 現在目前的一個 台股的一個位階來說的話 今天還蠻刻意的 就是 尾盤的時候 跌破又再往上拉 拉起來守住了這個綠色的線 我把它放大給你看一下 來這是月線的部分的話 看起來 是被刻意的去做守住了 那我不曉得守住的原因是為什麼 但是如果以現在目前的一個台股的狀況來說的話 還是稍微比美股來的更強一些些 當然你也會說那個貴買中小型指數的話 其實已經跌破月線和季線 那所以 中小型類股的話 我覺得這邊可能大家稍微留意一下下 就是這個行情 是否有一些比較偏向於 震盪 比較偏加劇一些些 或者是說有沒有個股 有一些比較偏 可能提前有一些賣壓現象發生的 這樣的一個現象 所以這個是可能要 大家必須要做一些 額外 去做一些提醒跟留意的部分 不過如果以現在目前看起來 行情還是比較偏向於 大的區間來做震盪 這個是我對行情的一些些的看法 那 所以這對操作面 我也簡單快速複習一下 因為這幾天都講了 我覺得都講一樣的話了 就是 我不會告訴你說 說我看好誰會當選 你會聽到一堆市場上面 告訴你說 如果川普當選 然後就會 股市會繼續漲 什麼拜登會當選的話 什麼綠能股 會 會大漲 或者是利作出境之類的 我覺得去猜測 誰會當選 誰會落選 這個沒有必要 因為基於現在這個時間點來說的話 我情願看的 叫做是 選後 所謂的選後 就是我們說的 在11月中的時候 我們的Q3 台股的一個上市櫃的Q3 第三季的季報 會全部都公告完畢 公告完畢之後 美股的選後 美國的東方大選選後 之後呢 就會開始 有一波 所謂的資金 回歸 到 市場上面來 這樣的現象 原因是因為不確定的因素全部都消除了 那也不用公告季報了 然後回到了就是年底的 這樣的一個 資金行情的旺季 甚或是元月行情跟 所謂的 紅包行情 這些 這些的一些 就是 都會被市場上面提起來 那那個時間點來說的話 也是所謂的財報空創期 那資金 就會重回到市場 那我正在看的是 後面這一段的行情 所以前面這段行情的時候啊 我的操作方面的話 我也跟大家說過很多次 我運用的方式叫做分批 我沒有必要在這個時間點 去壓 哪一邊的方向 那我這個時間點叫做是 保留資金彈性 我這個時間點叫做是 去找尋 趨勢成長的個股 然後去找尋 就是技術面已經打底完成 或者是技術面相對位階 優於大盤 這些相對的個股 那來去做 分批的 佈局的切入 那這樣的話其實對於 我們最近的行情 的操作來說的話 會是比較一個 比較一個 有彈性的一個方式 那當然 最近的行情難免 受到一些 行情的波動影響到 我們目前的持股 可是我們有資金 可以來做加碼 那這個是在 我看好的叫做是 後續的這個11月 中旬的一個行情 那這個是在 操作面上面的話 提供給大家一些 我自己的一些 策略的分享的部分 那 另外的話呢 所以其實在這邊我覺得已經把 行情跟操作面都 都講完了 那 如果你有看到 像是衝播的話 也請大家多包含 原因是因為最近的 就是這樣子一個行情 那基於這樣的行情 我也是順勢操作 我不會跟你說什麼喊萬三萬五之類的 因為那個沒有必要 但我說什麼 行情要走空走跌那個話 我會覺得 等等看有沒有真的 那種不確定的因素發生 可是我真的有所謂的 不確定因素發生的時候啊 那跌下去 反而是更好的 加碼點 那原因是因為這個 不是經濟面的 因素影響之下 那 下跌都是很好的買點 那這個是在 行情的結論 的部分給大家 來做一個簡單的一個 小小結論 那後半段的部分來說的話 還有十幾分鐘 我這邊 做一個 我覺得最近 股票還蠻震盪的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一些現象的時候 務必請你 留意一下 這些現象 因為這些現象很有可能是 該檔個股 有那種就是所謂的上檔 預壓 或者是說 你必須要尊重所謂的技術面 上面的一些 壓力區 的這樣一個現象 所以後半段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來做一個 快速簡單的教學 如果你有看到一檔個股 出現了所謂的 高檔 爆量 長上引線 的 K棒 通常是黑K棒 這樣子一個運用的部分 那什麼樣叫做是高檔爆量上引線 的這個K棒呢 我們等一下直接看圖 那如果你有看到這種圖的時候啊 那其實 你就可以 很清楚的研判說 這個時候股價其實已經上攻到 相對的高檔區了 而且已經遇到了壓力了 而且當天 的一個走勢啊 叫做是多空交戰非常劇烈 它發生了一個 開平高或者是說開 然後 就是 走高 但是馬上預壓然後壓回來到平低 的這樣一個現象 去做一個 就是 收盤收在一個當天的一個相對的一個低價位 那你就會看到那種很長的上引線 有人叫避雷針啊 那當然有那種比較難聽一點叫墓碑線 那這個都叫教科書上面講的 可我要告訴你的是真的發生了這些現行的時候 最近的這些相關的個股遇到這些現行的時候 那 會有怎麼樣一個 一個 後續的走法 這些都是用實力 實戰的方式告訴你 那不過如果有所謂的 這個現象發生的時候啊 它就說是高檔預壓 可是如果真的有所謂的高檔預壓 它還可以再過去的話 那那個就會變成是另外一次的一個上工的機會 那這個是在 快速的一個 就是 就是教學的部分的話先跟大家說在前面 那這張的話就是很簡單的叫做是 爆量 長上引線 的這樣一個現象 那長上引線在哪裡 你可以幫我看一下 那我直接講答案好了 來就在這邊 就在這個地方 那你就會發現說怎麼有一檔個股啊 開 盤的時候 可能開平開高或開低 不管 結果它盤中一路震盪走高之後呢 一路震盪 可能開平然後震盪走高之後 然後又跌下來 然後跌在相對的低點來做收盤 所以你就會發現這根長上引線發生了 然後你就會發現 怎麼爆量 就這樣發生了 然後所以這根的話就是在相對高檔區的一個 爆量長上引線的一個K棒 所以我們繼續看下去 我用幾檔個股 告訴你這樣的一個 現象 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第一檔來說的話 其實今天這檔我覺得還蠻經典的 因為前一陣子我們跟大家說過 兩次 我記得兩次 第一檔的話是3037的新星 今天 或者說昨天 被 雅系的外資調降的平等 說APF載盤這件事情啊 就是 過於樂觀的這樣期待 那 我記得之前在8月的時候 我就已經有投資朋友問過 問過我新星這一檔 那時候其實我用基本面去解 新星的 因為新星如果合理的估算 它的一個EPS的話 其實今年的新星 大概就賺差不多3塊多 4塊左右 4塊已經要叫極致了 可是那個時候的新星 叫做是一路上漲漲到80幾塊 到90幾塊的時候啊 外資 還在喊多 喊到100塊的目標價 那如果你有記憶 記憶猶新的話 你會 看到那個所謂的 100塊新星目標價的 這樣子的 新聞 那時候其實跟大家說 其實那時候的那個新星 早就已經是 高估的一個狀況 因為如果本益比來說的話 其實就已經有高達30幾倍的本益比 那 除非是真的很有成長性 除非是 產業的龍頭 除非是 就是 獲利有 大幅跳升的狀況 那否則 其實30幾倍是一個 偏高估的一個現象 所以它就在 8月 8月 20幾 23號左右吧 8月13號 來就是在這天 它就發生了一個 爆量長上影線 那 爆量長上影線之後呢 它就開始走 走跌的這樣一個現象 這邊到目前為止 你如果說我是看圖說故事 我都願意接受 但是如果你看後續的幾檔個股的話 你就知道真的會有這樣的現象 來繼續看下去 然後到最近的時候啊 我記得另外一件事情是前一陣子 我在跟大家講所謂的位階的時候 星星它確實是這一波 領漲的個股 那這一波它領漲的包含像星星南電緊縮 我們之前跟大家說過 你可以去比較他們一個位階的狀況 那星星它的一個位階確實是 優於強於 而且比較快速的一個領漲的狀況 可問題叫做是 它又發生了一個叫做是 這幾天 它遇到了 前高 因為它漸漸又漲到了一個 90塊附近的一個壓力區的時候啊 它遇到這個前高的壓力的時候啊 那 其實 所謂的爆量長上引線的這根K棒 它就是你必須要去尊重的壓力區 所以 90幾塊的時候 或者接近90塊的時候 它就漲不上去 就這樣一個現象 那 你就看到 昨天前天的時候啊 突然外資就調降平等 然後就往下殺 殺下去了 然後到目前為止 它的線型有沒有轉空呢 我覺得 至少它這邊還算是一個 所謂的箱形整理區間 那有沒有立即轉空的一個疑慮 我覺得還可以再看看 但是 看到這種線型的時候啊 我不得不提醒大家 叫做是 如果你有看到所謂的 爆量長上引線 還是請你先尊重一下 就接近長上引線的時候 你可能還是要先 如果你有獲利 那至少先獲利了解一下 可是如果在這個時間點 你還想要再去 所謂的去 市場去做追高的時候 我道情願你 等等看 有沒有機會所謂的 順水推舟跟三生三世的時候再來追 都還來得及 所以這個是新興的部分 那這個是第一檔 提供給大家的 所謂的 爆量 高檔 長上引線 黑K棒 的這樣一個現象 有沒有看到 這爆量 那這是第一檔 那我們接下來會看到很多很多檔都是這樣的現象 那這個話當作是一個 今天的一個教學的部分 因為前一陣子在分享個股的時候啊 就突然有 就是有同志朋友說 希望可以在我的節目裡面 多看到一些技術分析的教學 我覺得我已經講蠻多了 不過反正如果大家 喜歡聽 樂意聽的話 我也可以再多講一些 因為 我覺得技術面 因為我在操作的時候 我不會特別 對於一個面向 然後去做 單一面向的操作 我會看 基本面技術面 甚至像是從網面 我會把各個面向都把它評估下來 再去找尋最好的股票 最好就是 適合的股票 然後 往上面有很多報酬 然後可能往下面風險可以被控管 可以很 就是 我停損 我會停損 但是我停損的時候我會去找一個 我可以合理被接受的 這樣子一個 停損的這樣的原則 那這個是我在操作面上面的一些 就是 操作上面的一些理念跟策略分享給大家 那第二檔 這檔的話 我想大家 看我這段節目以來 應該都很熟悉了 這檔是萬潤 這檔是台積電 先進設備的供應鏈 的這檔個股 其實這邊的時候 我也提醒過 大家 在9月23號那天 他也真的發生了一個爆量 高檔 長上隱線 的這樣一個現象 因為他是從30多塊 一路這樣往上漲 漲上來到 接近70塊的 所以 如果 沒有發生這根長上隱線的話 我認為他的 趨勢會持續在往上走 可是如果 他發生這根 爆量長上隱線的時候 我只能說 我必須要尊重這個市場的趨勢 叫做市 他不得不 在這邊再去做一個 整理的行情跟格局 那他那天 就真的是一個 這樣的一個K棒 你會看到這個壁雷針 然後你會看到這邊 一個爆量的發生 然後他就拉回了 拉回他真的有試圖想要去往上去挑戰 可是挑戰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他的 10月23號的那天 他真的還是必須要尊重 所謂的 就是前高 爆量的那根的 高點的 區域的壓力 那那天的壓力區的 這一根 這一根線形 他雖然只有一根線形 可是我覺得他遠比 遠比 很多很多根線形 或者說遠比 基本面 的影響 更來的更嚴重一些 當然如果你用 就是我們之前提醒過大家 那當然這檔 我也真的是拿出來 分享給大家 因為 如果後續他有機會 可以再突破這個 9月23號的高點的時候 就是 79塊4的這個高點的時候 我相信他後續的行情 還是可以值得期待的 那另外的話 這檔也是我們的 古摩利的 就是我之前有給大家看過 古摩利 的這個 我覺得還蠻 不錯的進場點的 價位的個股 古摩利也快速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你想要操作一檔個股 就請你把 股票 放到你的 即時多或者即時空裡面去 跟著訊號來做操作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 訊號的時候 比方向萬潤 他就是一個很漂亮 最近他這個萬潤的一個 進出場點位的 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因為他幾乎都抓到那個壓力區在哪裡 來 看一下 然後放橫的話 你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橫式的螢幕 給你看到 73.2來做獲利了結 然後71.1的時候 這邊來做接回來 當然這邊 看起來好像漲上去之後 又壓回到 到成本區附近 不過你如果往前看的話 66.5買進 然後73.2賣出 那這裡有一個 66塊買進的時候 在72塊 72塊1的時候 來做賣出 這個是 我們的股魔力 的精準的買賣的訊號 那當然再次強調 就是因為這個股魔力 畢竟還是我們的 就是心血結晶 你可以把股魔力 把它拎在手機上面帶著走 無論任何時間點 只要有 你把它放進去到即時多 和即時空 的這些股票 發出訊號的時候 他都會用手機的方式 叮咚叮咚你 推播你 然後告訴你說 某某股票 在什麼地 什麼價位 有買進訊號 那你就可以跟著來做操作就可以了 某某價位 有賣出訊號 你也可以跟著來做操作 這個是蠻輕鬆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個是萬潤的部分 我還是蠻看好萬潤的 但是這個叫做是不得不尊重 技術面的壓力 我再次跟大家做一個 提醒 那另外 在講兩檔個股 我可能最近比較少提到 可是他也 同樣發生了這樣的現象 而且他們同樣都是台積電的 先進製成的供應鏈 比方像這個6438的遜德 你會發現 完了 不要說完了 這個不太好聽 來 這次叫做是 在10月21號的時候 他突然也是一樣 就是有一個爆量的長上影線 發生了 那另外的話是3551的適合 也都是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所以看起來有些 台積電供應鏈的族群 都在同一個時間 幾乎發生了類似這樣的一個現象 的 K線K棒 那我覺得就只能尊重他 後續就請 繼續看下去 能不能過高 那過高的話 就才會有另外一波的行情 沒有過高之前 就只能整理 所以這是在 技術面上面的一個 告訴我的一個部分 另外再講一檔 是2458的易龍電 易龍電其實我們前幾天 有跟大家來做說明過了 就是有投資朋友問 在我的YouTube下方來做留言 問我說 那其實 NB 應該是財經濟受惠啊 為什麼 現在目前看起來好像還蠻 蠻震盪的 而且還蠻弱勢的 像易龍電這種 個股來說的話 其實你看他的 獲利跟 營收都是成長趨勢 可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 基本面來說的話 明年的市場在預估 所謂的Notebook 這樣的一個市場來說的話 其實大概都是 磁平甚至小調 的一個狀況 狀況 所以你會看到他的 技術面也發生了 類似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這個是 9月16號的時候 他也發生了一個 爆量常上影線 那這一根量 對 可能有人想問說 所謂的爆量是怎麼樣一個爆發 那我覺得這個沒有所謂的絕對的這種數字 因為你只要看到有一根比較不一樣的量能的時候啊 你就可以把它拿來當作參考 那 有人說什麼什麼幾倍兩倍五倍幾倍的那個 我覺得就是 每一檔個股可能真的不一樣 那這個是在 你可能要多看 個股 才會知道 所謂的爆量的那個概念是什麼 不過如果你有看到這種現象的時候啊 我就不得不 尊重他就是一個上檔的壓力區 所以這個是在 義龍店也發生類似這樣的一個現象的一個部分 那另外有一檔個股其實是我們會員問我的 那他問我說 那當然各位 望虹覺得怎麼樣 望虹有沒有向 整個代彈 結束 要準備要所謂的三升三四 順水推舟三升三四的一個行情 有向 我覺得有向 可是他在技術面上面的話 他發生了這樣的一個 也發生了一個所謂的爆量這樣的現象 所以這個爆量的現象來說的話 他其實又 看起來好像要突破 可是看起來又被 局限在這個所謂的 還沒有辦法被突破的這個 相信整理區的這個 這個地方 那 也簡單的補充一下 因為其實望虹啊 他 我補充 來這個給你看一下 2337 這個其實是因為 昨天他開法說 前天開法說就 昨天突然就爆量這樣的現象 當然外資進去買 投信 更正 投信進去買了 而且買很多 然後但是他的 線型的話 卻也發生了這一根爆量 不過他的位階比較不像是高檔 他比較像是一個 剛發動的這樣一個現象 那但是他終究就是一個 爆量的一個 上影線 所以這個時間點來說的話 我覺得望虹他 最近可能正面臨一些 所謂的多空交戰 因為他有很漂亮的整個代彈 可是他也有很醜 的這一根爆量的上影線 所以這個時間點來說的話 那我寧可 他如果真的願意表態的話 上工到35.2以上 的話 那有機會他有帶來另外一波的順水 推舟跟 所謂的三生三世的行情的時候 再來去做他 這個是對於資金效率更有效運用的一個方式 所以今天運用了一些時間 來做一些技術分析的教學 那原因是因為行情真的是 我覺得就已經講了很多天了 那不如多講一些更值得大家來做學習的這些想法跟操作面的部分 那我都是用一些實務的個股 實際發生的個股 不是只有像書本那樣子講的而已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分享給大家來 所以今天最後結論 行情依然震盪 那選舉只剩下最後倒數幾天了 所以這幾天我們還是依然必須要跟著震盪的行情來做 就是來相伴 除非你真的是 就是離開這個市場 不過其實我覺得後續的行情依然可以值得期待 因為 那個財報廣告期看起來 好像還蠻多人開始 漸漸學著我一起在講這件事情了 那當然我不要自己往臉上貼心 但是這真的是操作面上面可以來做留意的部分 那所以 行情講完了 然後 教學講完了 所以今天的節目的話也差不多到這邊就做一個尾聲 依然最後做一個小小結論 我是陳恆人的分析師 那在我節目裡面的話 我會用很多的數據很多的教學 很多的實戰 來跟大家做一些 就是盤後的一些 操作面上面的一個提醒跟分享 所以你喜歡我的節目的話可以訂閱按讚分享 加開小鈴鐺我的YouTube頻道 那如果你覺得我的操作是你認同的 那你最近真的不知道怎麼操作的話 也歡迎加入我的行列 歡迎加入我的團隊 我可以 我再次強調 就是我會幫你做每一檔的個股的一個檢視 我會幫你做泰國流強 我會幫你把個股調到 下一波可以跟著大盤 可以跟著大盤一起領長的一個主流的族群跟類股 那這個是在我節目最後的時候再次提醒大家的 當然 賴漢Telegram也不要忘記來做加入 裡面還有很多的投資資訊跟好股票的分享給大家 那我是陳坤的分析師 今天的盤後解盤節目的話就先到這邊為止 那也預祝各位投資朋友 獲利 拜拜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評論